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今天用土豆和鸡蛋来分享一个新吃法 估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保证你吃过一次就会爱上它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个可爱的土豆,把外皮削掉 去皮后先在土豆的底部切上两刀 然后再将土豆放平 这样在切片的时候就不容易打滑了 接着把土豆切成均匀的薄片 尽量切得薄一些,这样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接着再改刀切成均匀的细丝 尽量给它切得细一些 刀工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用擦丝去擦成细丝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接着直接往里面打入三根母鸡蛋 这里切记土豆丝不要用水清洗 因为我们需要用土豆中的淀粉来成型 接着用筷子搅拌均匀 将土豆和鸡蛋搅拌至混合在一起 使土豆丝都裹上一层蛋液 开始调味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胡椒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 把里面的调料搅拌至化开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边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辣椒切去辣椒把不要 然后再从中间片开 接着再把青椒切成细丝 最后再切成青椒丁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些红椒切成细丝 最后改刀切成红椒丁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来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小葱 将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将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两个西红柿 先在西红柿的顶部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再将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倒入开水 把西红柿烫一下 这样容易去皮 烫好后放在案板上 用手将外皮撕掉 看一下经过烫制 这样西红柿的外皮很轻松的就撕掉了 然后再对半切开 去掉里面的硬心 这个硬心吃起来的口感不好 然后再把西红柿切成大块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再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最后再倒入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里面的料汁搅拌至融合在一起 搅拌均匀后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土豆和鸡蛋倒进来 然后用铲子整理一下 把土豆撕摊平 这样煎制的时候受热更加均匀 然后开小火慢慢的煎 把底部先煎制定型 接着再转动炒锅 让土豆鸡蛋饼受热更加均匀 一面煎好后再借助一个盘子给饼翻个面 把另一面也煎制金黄 这样煎出来的饼外酥里面吃起来非常的香 两面都煎好后先盛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把葱姜倒进来 接着开大火翻炒 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 炒香后把西红柿倒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把西红柿中的汤汁炒出来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的感谢 一边翻炒 一边按啊 这样西红柿中的汁水很容易就炒出来了 炒出汁水后 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然后用铲子翻炒均匀 接着再把鸡蛋饼也放进来 再用铲子整理一下饼 让它都浸泡到汤汁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烧制三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的饼已经非常入味了 再撒上一些青红辣椒 继续盖盖煮一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 真的太香了 这个时候的汤汁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装入盘中了 给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最后再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这样一盘非常好吃的土豆丝鸡蛋饼就做好了 营养非常的丰富 而且土豆饼也吸足了西红柿的汤汁 真的非常的好吃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